提忙賣片效 但是認知不一樣就是說 香榮現在是說不會賣 我也不會不敢講 因為我不是原區的人 但是總統去表示很嚴重 但是很嚴重你又不帶人去 我們就拿最近民進黨一直不斷 在直營國民黨 我相信國民黨在未來 會面臨到這個必須要提出一些說明 譬如說我剛剛就講 像這兩天你看平面媒體 你看電子媒體 大家不斷的在講說好 百年晚會的那個所謂的 建國百年晚會的那個夢想 講那句話了2011 這個單純一個新聞 它就只是大家來討論到底適不適合 或什麼 但是如果 上民進黨在昨天開始又把這個議題 加上一個小朋友的牛奶議題 我跟你講 大部分的人 你只要提到跟小朋友有關係的事情 不得了天大地大 所以今天為什麼馬上出現說 有沒有政策大轉彎 香榮剛剛有解釋說那個不叫政策轉彎 可是我就講那個媒體的用詞 它就叫政策轉彎 對於馬政府來講會不會有傷 你如果把這兩個一個2.1億加一個1萬 一弄在一起 政府要怎麼樣告訴人民說 它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你記住我現在說的這句話 2012年1月14號那天 你回頭來看這句話 我跟你打賭一定準 不管哪一個陣營 你永遠記住這句話 誰會不會犯我不知道 笨蛋問題在觀感 你到那天選完不管誰贏誰輸 你現在回頭來看這句話 不管是藍的綠的橘的 在這過程發生所有的事情 你看看是不是這兩個字 既然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我剛才最後講 觀感問題其實可能是這場選戰 最重要的一件事對不對 其實應該回過頭來看 民進黨在這裡面 其實是撿到的 全部都不是他們在這裡面創造的議題 他們在這次選戰當中真的 內部也在反省是不是太怠惰 全部都是國民黨失分所自己接收過來的 剛剛講那個2.11其實是紀魏然 馮馮 曾國雄他們先出來反對的 這裡面有很多的問題是資源分配不公 在資源分配不公戲劇界裡面 大家窮哈哈苦哈哈是獨厚一人的時候 他在內部產生的矛盾 在這個矛盾當中 讓民進黨找到了一個缺口 可以在這裡面凸顯出來 然後看到了文件會長期以來都給特定人 不管從台北市到今天的文件會 都是這個人 那後面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問 是不是獨厚一個戲劇團體 其他人在這裡面沒有辦法分 大家才去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今天又看到你剛剛講的 這個牛奶問題 其實很多事情散門難開 我想立法委員在這裡面都很清楚 要討好沒有問題 大鼻一開 大鼻一揮揮過去 可是散門難開 開了以後就關不了 這是個事實 你一定要要關 那你為什麼當初開了現在要關 這個都講不清楚的 我要回來講 三隻小豬 這裡有一個監察委員的 他管什麼事情 不能去搞這些活動 這些活動已經跨國 對 大胃王的活動是跨國的 你看什麼 美式哪裡都比 什麼大漢堡 什麼跨國活動 對不對 小林尊 某種程度上 沒錯 冠軍 他在創造 所謂經濟發展 看你從哪一個角度看 某種程度上 他在浪費資源 看你角度看 他在這裡講他浪費健保 現在大家就在問了 監察委員為什麼常常在這邊 不打老虎只打蒼蠅 所以監察委員 三隻小豬的故事也是從這裡來 監察委員 今天你再去看王院長的事情 王院長被大家放在一個高度上 但是今天利用了自己的職權之變 在裡面證婚 這些都不是只有行政團體 這些不是只有行政院 各部會都在這裡面出現狀況 執政最怕出狀況 兩政在對立的時候 最怕失分 有話 他未來這場選戰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要注重 那個就是個觀感 大家就來看這個 第一個是觀感 第二個是比較 第三個是漲價 這三個問題是國民黨的致命傷 因為我最近不上電視 那我反而我有時間 去把相關的議題通通拿了起來 像香隆剛剛講的 那你無薪價足科如何 但是當你無薪價跟22K跟57K的時候 這個一比較的話 大家都有相對剝奪感 大學生22K好 我現在到了足科 突然放個無薪價 那你說你勞委會跟我講22K 有沒有 等 像無薪價 像牛奶的問題好 跟營養午餐 跟營養午餐那個校長 攤成那個樣子 好 那你現在跟我講 牛奶的問題 除了議文2.1億那算了 你現在看檢調都在偵查什麼 營養午餐 然後民進黨就說 這是我們小孩 他要吃的營養午餐嗎 當然營養午餐的問題 不是在國民黨時代發生 民進黨時代一路下來的問題 但是你國民黨你要概括承受 因為那種校長已經攤到 坦白說15塊錢的東西 它可以提高到30塊 提高30塊 15塊是學校的福利金 現在新北市 桃園 全部都在查 民意 你們國民黨 現在要怎麼樣面對這些 該怎麼辦 盡快止血嗎 我在講 風決定術的方向 感受決定思考的方向 那個感受可能在理性面來講 它是合法的 蘇嘉賢也說一切合法 那為什麼邱一講下去 大家還有感覺 媒體要跟著追 因為那是感覺 感覺有兩種 一種感覺 這個議題大家要 第二個是什麼 收視率告訴我們這感覺是對的 就像那時候我們講 小英在阿嘎愛楚的時候 跟你講說適可而止 哪個媒體會適可而止啊 當沒有收視的時候 他就適可而止了 但是我覺得現在 國民黨出現的問題是什麼 主管機關的人 都沒有辦法 主管的業務講清楚 我就講監察院這個事情就好 我為什麼剛剛廣告時間 我跟勇哥說 三隻小豬是一個詐騙的行為 監察院根本沒有去查 那三個小孩子 也沒有去查民進黨說 要去查這個什麼違法 沒有 他是提醒說 這個小孩子不可以捐錢 那質疑如果他家長去捐什麼等等 當然我要佩服民進黨的操作 他將這樣的局勢操作成 大家齁 大家都認識了 大家都要認識 小豬回去拿錢來關注民進黨 我沒有意見 監察院這件事情 依然是如此 其實大家如果仔細看內容的話 他不是禁止大衛王這個活動 這個我用一個比喻大家就聽懂了 政府已經宣布颱風了 你還去爬山 政府已經海上警報發布了 你還去衝浪 然後我去直升機去救你 救難人員去救你 可能救難人員也發生意外 這樣的救難費用 要不要你自己出 要 因為你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不該去你去 一樣 你去辦這樣的活動 造成了身體的不舒服 或者造成發生了任何的狀況 然後用全民的健保給付 他在強調的是 這樣的給付是不合理的 可是大家把它轉成說 那辦大衛王這個你也要管 你真是吃飽了撐著 可是講這些東西 有沒有人能夠靜下心來聽 沒有 那就跟他提到的觀感 在這個時機點 從大衛王又講到了這個 師生變 等一下我不管大衛王那一部分 但是你單講說 大家這幾天只聽到那個數字的問題 2.1 小朋友牛奶1000萬 你覺不覺得這個對民眾來講 會照天講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在這部分 是不是應該要很認真的看 怎麼樣去面對這些問題 當然 這就跟他講的強烈的對比 我覺得說監察院把它對比成 去管大衛王跟三隻小豬 然後教育部就是管師生變 跟這個六歲 六歲以前不能學英文 家長會想說 我的小孩子就要學英文 像徐朝青說他們家三種母語 他老公是 他生下來就講英文 你又能怎麼樣 那這個東西的比例 就再加上現在2.1億半兩天 平均一天一億多 然後當然他是 這是兩年的規劃 對 他是比較長 兩年的規劃 但是民進黨非常講 而且老百姓聽不懂 這麼大 民進黨也不會這樣講 你說人家就開人家 他一定這樣講 然後就說 你看一個牛奶 你給他最基本 吃不起營養午餐 喝杯營養的牛奶都做不起 這是強烈對比 可是我要強調是說 我不能說不道德 但是這是我可預期 本來在選戰裡就會發生 就像宋主席在講很多話的過程 劉英雄講說 他執政多少多少 其實我也是摸摸笑一笑 我說如果真的這麼好 剛才劉英雄委員 甚至我要呼應他說 我正希望你當選 公口令啊 我要強調說 我真的希望你能夠當選立法委員 為什麼 如果你剛才講的那套話 拿來到國會電場去質詢官員 多好啊 我一直都是這樣 對所以我希望你當選 現在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換過四個交通部長 我忘記了 現在的立法委員哪一個像你這樣子 都是國民黨的啊 平常 一樣藍綠堅嘛 現在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有像你這樣子嗎 沒有我先問一下 你剛才特別講到說 宋主席每次講到 他有多厲害 在省長任內或什麼的 你就只有拍拍笑一笑 其實你心裡不以為 我們都經歷過那個階段 我們都經歷過那個階段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是可以被肯定的 但是不是他的比例說 要凸顯他自己來 把馬英九壓抑成這個樣子 這麼樣的狀況 其實我來講啊 等他登記那天開始 我就說過我會開始來檢驗 我會開始來檢驗 他說的每一句話 我可以告訴你 他上個禮拜的 他上個在專訪 他還特別說 那個國民黨有個中常委 說我只有10萬票 我跟你講 我看了兩次 我逐次逐次 該要反應的 該要跟他的 我逐次去把它寫下來 我想這個禮拜 大概又會很高潮出來 我還是會把它寫下來 原因在哪裡 這就是一種選舉的檢驗 OK 這就是一種選舉的檢驗 幾句話好不好 好 來 我說實話 有兩點 第一個其實 歡迎檢驗宋楚瑜 其實宋楚瑜第一次講 台一線的時候 他是把蔡英文罵了 罵了一文不值 你們什麼台一線 要不是我老時候 你們台一線 你們還有什麼台一線 路是我拓寬的 路燈是我裝的 喬是我搭的 錢是我付的 我付的 本來不然叫宋楚瑜付嗎 那最近我出的 什麼是宋楚瑜 不是宋楚瑜蓋的 我們都沒有功勞 那我請問你 全中華民國只有審長一個人在幹事 我請問你 馬英九有帶錢來治理國家嗎 因為邏輯不通嗎 怎麼會邏輯不通 馬英九有帶錢來治理國家嗎 我告訴我 馬英九做了 所以你說我是好的立委 就是我很聰明 我立即反應很快 我回應你一句話 你要講話要小心 你的道理 不合道理 我回應我回應 我回應你 當個省長還要帶錢來治理省 我回應你一句話就好了 你認不成道理 我回應你一句話 宋楚瑜認為所有的光環池 只有宋省長 馬英九認為叫做執政的團隊 他沒這樣講 所以台灣有兩句話是宋楚瑜傳出來的 第一個叫走透透 是他把全台灣省走完了以後 最後一個月記者把他寫的叫做 宋省長走透透 不像馬英九還沒走說 HOME STAY LONG STAY 先講 口號先講才開始 第二個 省府團隊 團隊兩個字在台灣出現開始 是宋楚瑜開始的 好啦我就不跟你講真的 第二個 剛才說觀感的問題 觀感是一般民眾 對市民不了解說 觀感觀感 兩億一千五百萬的觀感 我跟你講 這兩天我收到很多電話了 有一個舞台劇 歌唱劇 花了一年時間 文件會補助他九百萬 第一 我也要最高的 有史以來最高的 叫四月望雨 這位導演 我們在聊的時候 他就心裡非常不滿 他說我花了一年時間 我還演了五場 他要首演 他們叫首演 他講了一個特殊名詞 他從來沒有看過 就像美國這個世界有名的 微博來台灣也不要花到兩億 憑什麼要花兩億 我跟你講不是一般觀感 連最專業的人 懂的人都說 不可能的事情 文件會最多補助二十三十萬 對任何劇團都這樣 補助兩百萬算很有交情的 請問兩億怎麼花呢 到現在你不要說一般人民觀感 用專業的方式好好講一下 所以委員他是在個別的層級 今天國民黨執政的問題 是在個別層級 他的鬆動是個別層級的不滿 不是單一 我們剛剛講的籠統的 你剛剛講的議文界 我剛剛也講了 他在議文界造成所謂 內部我們看到資源分配不公 他在每一個團體裡面 都看到這種資源分配不公 所以他在裂解 是從底下開始裂解 今天的問題是在這裡面 那個公平正義 我們在談公平正義 在犯犯的 所以今天馬政府講 你剛剛講的那個最嚴重的是 王勝仁 我要請問 他最反對特權 請問你在上班時間 監察院何等嚴肅的地方 你能隨便就進得去 進不去的 他能夠五十個人一步一輪車 就進到監察院的禮堂 然後他新聞稿寫得很客氣 其實是大陸人士 他寫他在中國大陸 認識的企業界人士 而且這一團是什麼 是來參訪的 是大陸到台灣來玩的 然後順便為其中一隊 我不曉得到底有幾隊 一隊新人人來祝福 然後叫那個司儀 司儀是誰呢 是他的基礙秘書 他想不到他的基礙秘書 能夠當司儀 天啦 王勝仁 你什麼時候淪落到這種程度了 我要澄清 我要澄清 剛有一個指控 你要指控我可以去告你 我把人家找出來我告你 沒關係 我現在馬上講 我現在就是要講 我一定講 你要講什麼 我要講 我一定講 我決定告你